基隆这间麦当劳一整天人潮不断 不只排队等着用餐民众 还有大阵仗外送车队 就在28号一早 店门外贴出这张公告 让基隆人很错愕 这个告示会啊 会有点感受 不舍得啊 对啊还是会舍不得啊 军营34年历史 在基隆爱山路的麦当劳 突然在早上贴出公告 表示将在29号晚上熄灯 因此让很多民众不舍 来到现场和他告别 尽管当地人不舍 但麦当劳发出声明回应 关键是基隆的整体商业考量 将在29号晚上8点结束营业 感谢顾客长久支持 也让基隆市区只剩下一间店 而就在麦当劳决定席当号当天 却发生了凯仁事件 直接庙口附近的地面血迹斑斑 清晨5点多 李姓男子等三人前往麦当劳排队购餐 在仁山路和王姓少年发生了插状 双方爆发口角 李姓男子竟然拿出了折叠刀 划伤王姓少年 本分局爱山人山路发生一起打架纠纷 警方获报到场仅剩下被打的一方 警方立即在现场附近展开搜索 并在爱山路一处夹花鸡店 发现嫌疑人等 经警方带回派遣所询问 一 聚众都伤害等罪移送基隆地检署正办 经了解本案戏起因于双方 走路发生碰撞 引发口角 进而产生肢体冲突 警方在此强调 绝不容许街头暴力案件发生 警方将事案的三人带回征讯 依照据众斗殴和伤害罪 将三人移送法办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